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我是你们的讲师King 在之前的课程中呢,带着大家通过我们的session做了两个案例 那接下来呢,再看我们session最后的一个内容 这是我们初级session会学到的啊 来学习一下我们自定义的一个session处理 或者说自定义一个session处理器 那我们在之前讲解session的过程中也说到了 默认的我们的session呢,是不是通过文件形式来进行存储啊 对吧,那像我们来操纵我们这个session中的文件多了 我们来操纵session的时候,操纵这些文件的时候 查找一个文件,速度是不是都会很慢啊 所以说呢,更多的时候,我们实际在用session的时候 可能会把它保存到我们的数据库里 或者是保存到我们的缓存中 那这也是我们在实际开发中经常这样来用的 所以说我们不会使用默认的这样一个php处理session的一个机制 对吧,因为呢,它这样的确实是不太 性能不太好 所以说呢,想实现我们自定义的一个这样的绘画控制呢 也是可以的 在这块呢,也提供了,php中也提供了这样的方式 首先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配置文件 搜索一下 session 多了一个s 在这块第一项就是 session.savehunders 默认是什么呀 对,通过文件 files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自定义的来 进行一个控制 假如说我们想把它保存到我们的数据库里 包括我们想把它保存到我们的文件中 也可以,也可以实现自定义的一个方式 那在这块来看一下 第二项session.copass 这个选项没有开启 默认的呢,也是保存到我们的临时目录中了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配置这个选项呢 来设置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保存到的 也可以 对吧 那接着再往下 想实现我们自定义一个session处理器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我们PLP中提供的一个session.setsavehundler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其实它就是 通过你设置的用户自定义的一个session处理器 来管理我们的session 来看一下 session.setsavehundler 你看一下 设置用户自定义的一个绘画控制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 主要是我们需要来写上哪些呢 像我们的open,close,打开绘画,关闭绘画,读取绘画和书写绘画 以及销毁,以及我们的gc 包括create,sid 是否重新生成我们的绘画ID 主要是重写这样几个函数 就可以实现我们自定义的一个绘画控制方式了 对吧 而且自我们的一个PLP5.s之后呢 也可以使用下面的方式来注册自定义绘画 存储函数 对吧 可以通过我们的sessionhundler interface这样的一个接口 那这个呢等我们需要面向对象之后呢再来看 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如何来自定义 对吧 如何来自定义 其实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实现这样几个函数就可以了 对吧 那首先想实现我们自定义的这样一个绘画处理呢 我们需要来试试一下第一个选项 我们可以来一个案例啊 写成一个hundler session 新建一个 sessionhundler 好 在这呢来实现我们的自定义的一个session处理器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配置文件中来改那个选项 改哪个选项呢 就是savehundler这个选项 session.savehundler 因为默认的是files 如果说你想使用自己的呢 就要把它设置成users users 这一块需要知道 第二个呢你可以设置我们的路径把它保存到哪 也可以啊保存到哪 那现在呢假如说我想把它保存到这 记录盘 demo test下我们来一个session sessions 所有的都保存到这里边 把它的路径搞下来 对吧 在这呢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变量来存储 session的保存路径 session.savehundler 保存到这 这样的效果 好那接着呢我们只要重写这几个几个函数就可以了 通过谁呀 通过session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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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写这几个函数 对吧 通过它来告诉我们这个处理 pap 处理session 通过我们自定义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 那首先呢我们写一个function open doller 假如说我们的sale pass sale pass 保存到呢 以及我们的session id 接收的 在这里边首先我们来输出一下 打开绘画了 打开 绘画 我们就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来得到一下我们保存的位置 可以通过global global doller session sale pass 接着呢把这个session session sale pass 付给我们的sale pass sale pass 当我们打开绘画的时候呢 做了这样一件事 那关闭绘画呢 其实这个我们都不用要啊 这个其实也不用要 我们来看一下 先简单写一下 function close echo一个绘画关闭 接着我们来读取绘画和书和写入绘画 来一个read 那这个名字呢我们可以自己来指定啊 在这会儿再指定一下这几个名字就可以read read的话 我们就可以echo一个读取绘画 根据谁来读取呢 是不是根据我们的绘画id来读取啊 dollar session id 读取一下他就可以了 那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读取一下 我们保存session的一个位置 那接着呢我们的文件呢 保存的位置 global的 dollar session sale pass 那现在呢我们的文件所在的位置 file name等于到了session sale pass下的 他下面的 对吧 他下面加上一下session的名字 那现在我们session的名字呢 我们都叫做啊 我们规定好 我们叫他是之前是sss 假如我们就拿session 下号线开始或者session 啊就session吧 session下号线开始 再加上我们的session id号 再点是这样一个txt 点txt 我们存储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格式啊 所以说你读取的时候 才能按照这个格式 进行一个读取 那接着我们直接file return一下 file get contents 到了file name 是不是就可以了 代表读取绘画 那接着写入绘画呢 也是function 写成一个write 写入我们的绘画 导入我们的绘画 到了session id 包括session date 写入的内容 那写入的时候呢 也是来看一下 把它写到哪呢 我们先 echo一个写入绘画 写入绘画 写入绘画 得到一下文件的名次 等于定义一下文件的名次 session session pass 下 点成一个斜线 我们叫做 session 下滑线 再加上我们的session id 写到这里 点txt 接着 我们来把它打开 接着向里边来写入内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首先呢 我们来打开 if 我们可以通过fopen 或者直接来写入也行啊 我们还是打开一下吧 fopen一下 $file name 以读的方式来写入 返回的是$hundler 如果它存在的话 打开成功的话 返回的是我们的巨饼 如果等于等于true的话 代表打开成功 我们来读取这边的内容 else 那我们return一个false 在这呢 我们直接 到了biz 或者string 内容吧 string 等于file put 我们来写入啊 file put contents 写入这是我们的文件 内容呢 到了session date 写入这个内容 对吧 那接着 这是我们写入的一个字节数 biz return到了biz 这是我们的写入绘画 那销毁绘画呢 也是function destroy 我们叫做它 销毁我们的绘画 session id 根据这个编号 来销毁某一个指定的绘画 echo一个 销毁绘画 biz 接着在这呢 也是 只用把这个文件 是不是删掉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是你想销毁所有的 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 销毁所有的绘画 也可以啊 global doller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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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 doller files 等于 global 一下 doller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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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下 doller files 删除这个文件 删除 file file name 指定的 这个session file name 那在这呢 不用globe 直接写就可以 就删除这个文件了 它下面的 对吧 还少了一个 下面的 session session 下滑线 加上这个session id 这样的一个 txt 删除这个文件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还有一个 过期时间 回收 垃圾回收 gc 对吧 doller max lifetime 那在这呢 这是我们可以来 告诉他 垃圾回收 机制 被被 雕用了 可以看一下 这个手册 有个 gc callable gc 这个gc呢 就代表的是 为了清理绘画中的旧数据 peerp会不时的 掉用垃圾回收 处理函数 那掉用期呢 是由我们的 session 这个和他这个 参数来控制的 这个我们也说过 传入到此 回掉函数的 lifetime 由这个gc max lifetime 来设置的 成功返回 初 失败返回 false 没问题 对吧 open的这块有seal pass和session name 这块再写 seal pass 和session name 到了 到了seal pass 和session name 好 写到这吧 echo一个垃圾回收 回收旧的数据嘛 接着在这呢 我们再往下 现在是不是要读取 所有的这个超时的呀 那默认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pewp配置文件中 有一个1440 有这样一个选项 对 gc的maxlifetime 这是默认的有效期 那1440超过它 是不是要把它删掉呀 把这样的文件删掉就可以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在这儿还是 global 读取这个路径下的所有文件 session下的seal pass 到了files 等于global 通过它 到了session seal pass 点上一个下面的session 消息 加星 读取这里边的所有文件 接着来便利一下这个数组 到了files as 到了file name 判断一下 ifile的mtime 到了file name 加上一下 到了maps s.lifetime 如果小于当前的时间桌的 这时候 是不是要把它删掉呀 直接按link一下 到了file name return一个true 好 这样的效果 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只用通过在这儿 定义的 session setseal handler 把这几个几个函数 删过去 我们叫做 open close read 但这个名字呢 我们可以自己来起 这就是我们的回调函数 destroy 当你session start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开启一个绘画了 对吧 来看一下 session 诶 诶 出错了 把这heider 拿过来 看哪儿包错了 调试一下 打开 读取 写入 绘画 关闭 都调用了 那来看一下 是否出现啊 诶 有了 对吧 在我们这个session下面 我们叫的名字是session 加上这样一个sessionid.txt 已经有了 只不过里面没有数据 我们再向里面保存点数据 写上一个 dollar 小线session里面的 username 等于king dollar小线session age等于个12 来试验一下 好 再看一下 有内容 接着我们再另行一个 session destroy 还是把它拿过来 session destroy 读取一下 挖 大部分一下 到了小线session 读取 先来读取一下 名字叫这个destroy 没关系 你看 打开绘画 读取绘画 在这儿 是不是已经读取出内容了 写入绘画 绘画关闭 这样的效果 那好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 删除 session destroy 来刷新 绘画被销毁了 那我们再来打开 这里边 是不是已经 没有了 对吧 这样的效果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这是我们把它 通过 session set save hundler 自定一个 session 处理器 对吧 我们默认的 是不是保存到 哪儿啊 保存到我们的 这个 临时幕录像 现在是不是改变一下 它的路径呀 没问题 也可以 当然呢 我们说了啊 通过文件的形式 查找起来比较慢 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到 我们的数据库中 包括放到我们的 缓存中 像放到MapKatch呀 放到Redis呀 都可以 也可以实现我们这样的 一个session共享 包括以后我们会 学到的这样一个 分布式的一个session的 处理 那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是 带着大家 测试了一下 自定义这样一个 绘画控制 控制管理器 那下节课呢 我们再通过 我们把这个session 写到我们的数据库中 来带着大家 看一下怎么来实现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